她是内外兼修的三好丈夫 我负责家务全是我的 做饭带孩子都是我的 每天盼着都是她开心 可她天天不开心 内心痛苦抑郁 我心里是很痛苦 那种很扭曲的感觉 我感觉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都主动会离开这个世界了 三年前 她找到了排解痛苦的方法 却没想她从此上瘾 这个老师 她能轻易地走到我的内心呢 她是逢周四必去 家里再忙再有什么事情都不顾 就要强制要去那个地方 这叫依赖 她已经非常依赖依赖 他们的生活矛盾不断 面目全非 现在我们家里面正常的生活 她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激动我 让她想逼迫我 今天她来到金牌调节 抛出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到底这个家是谁给你的 是老师带给你的 还是我带给你的 我离家出走 左手是亲密爱人 右手是心灵明灯 她能否交出一份完美答卷 当夫妻之争衍生为家庭内乱 这场状况频出的调节 又会为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明天 调节即将开始 有问题来调节 来调节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节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卢女士和李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的诉求是 让我的老婆 从不正常的心理咨询走出来 过正常的生活 你认为不正常的心理咨询 它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造成了我们整个家庭 天天吵架 包括经济各方面都不正常 卢女士呢 我希望我老公 他能认可我去做心理咨询 能看到我在做咨询 这几年的一些变化 心理咨询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到今年八月份三年了都 我认为这三年 我的变化非常大 是越来越好 可是在李先生看来 是不正常的 对 那在你的越来越好 和李先生眼里的不正常之间 你们两个人所产生的是什么 矛盾 一上场 夫妻俩直指矛盾的焦点 心理咨询 李先生说 妻子接触心理咨询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在他的理解当中 三年下来 有啥问题都应该解决了 可现实却恰恰相反 妻子越是做咨询 他们的生活就越是一团糟 李先生于是由此断定 妻子接触的心理咨询 一定不正常 这个不正常 你指的是这个咨询的过程 还是指咨询的结果 过程和结果都是一样的 都不正常 李先生得出这个结论 并非空穴来风 在他看来 他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证明这一点 于是接下来 他就想好好讲一讲 这个不同寻常的心理咨询 那三年前去咨询的时候 没过商量没说 后来可能是那个咨询师 让我也参与 去了以后 他咨询的内容 全部都是过去的事情 以前不舒服的事情 就想以前不好的事情 就让他想 但是想他会哭 很痛 每次哭得很痛 都想以前的事情 然后我想说 现在我说 以前的过去的 毕竟是以前的事情 现在都过去了 我才能不能现在 过在正常的生活 咨询师就说 你过去他过不去 就让他想以前的事情 而且每次去咨询 从来不让有自己的想法 人有自己的想法 你人跑了 不在我这里 回我来 他说拿个本 画圈 你在那圈里 你是不是没在我身边 你来咨询 你跟着我走 你怎么有自己的想法 你太快了 太快了 不能太快 每次有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咨询师说我太快了 而且他在那个地方 在咨询师那个地方 他的眼神是死满的 看着我根本都没点亲情 是仇恨的 看到老师是亲切的 你的感觉是说 在那个咨询里 好像就是你变成了一个 被他排斥在外的人 是吗 对 还不接受 李先生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一直沉浸在 痛苦的不好的事情里面 如果我要是能看到 好的东西的话 我就不会抑郁了 就是因为我心里有很多不痛快的 然后我想不痛的 我难受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有些东西 我是很憋得慌的 最后找到这个老师以后 他能轻易地走到我的内心 能轻易地打开我的话匣子 我就在他这里咨询了 咨询了几次以后 然后老师说 像这种情况 你不是很严重 然后你坚持做咨询 肯定能走出来 他说就是如果家里人能有人支持 帮助的话会走很快 你把你最重要的人带过来 然后肯定第一个就想到我老公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那里 为什么那么排斥那个老师 他说他看不懂 看不懂也很正常 因为我感觉 有时候心理咨询 那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他看不懂也很正常 到那个地方我也听 刚开始咨询师跟我说 他说这个咨询一周一次 后来是两周一次 然后再后来就一个月一次 慢慢越来越少 慢慢就好起来了 但是实质上不是这样子 不但没有减少 而且越来越密集 本来是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就一个小时 慢慢地就是 他会要求两个小时 还要再要说三个小时 可以说是不正常 这点我不认可 因为从刚开始的时候 是定的是一周一次 一次一个小时 对 最后呢 我感觉就是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个时间到了 我心里很堵得慌 我就跟老师要求 我说能不能调整 一次两个小时 老师说那可以 有时候呢就是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 一个星期 我会要求一周两次 一周三次 最后老师说 你这个频率不能太频繁 太频繁了 不好 我们需要有规律地来进行 为什么会心理需求这么 然后 因为我在家里边 没人可以说话 得不到释放 我只有感觉到 他那个地方 能找到方法 现在也就是固定的 就是一周一个小时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心里堵得慌 但是我一般都会坚持到周四 他是逢周四必去 家里再忙 再有什么事情都不顾 就要强制要去那个地方 孩子可以不带 孩子可以拖给外人 就是说这个心理咨询 变成他生活中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咨询的内容 到妻子的状态 李先生处处存疑 而当他发现 妻子逐渐开始表现出 对参加心理咨询 异常的执着后 他更是惊骇不已 为此 他决定跟妻子 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妻子的激烈反应 显然是李先生 没有预料到的 他又惊又怕 可是为了不激怒妻子 他又只能压抑自己的感受 但有一件事 让他终于压抑不了了 因为他发现 妻子做咨询多了 身上就突然多出来一个 前所未有的毛病 我老婆咨询之前 包括投资理财都可以 现在钱没有概念 他自己说吧 他说以前我会 我不会化妆 我不会买多好的衣服 我现在这情况 我会花钱了 享受这些生活了 是正常 但是前提 你享受这个生活的资本 是从哪儿来的 有没有这个资本 有没有这个条件 有超标准的吗 不单超 而我们是负标准 刷卡随便刷的 虚心卡没有数的 这是咨询以后带来的 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他说的好多都是瞎话 你觉得心理资讯给你带来了什么好的变化 有很多 第一我身体要比以前强了 我以前身体很不好 就一个屋子 一个客厅那么大的位置 那么大的面积 我如果要是扫一遍地 不拖只扫 我都要歇三四次 每天洗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大的工程 我洗不上 我身体很累 我现在我的身体好很多 我们的客厅我能扫一遍 拖两遍 拖三遍 拖四遍 我不耽误再干其他活 为什么身体有好转呢 心情畅快很多 心情好了 对 心情好了 第二点 我在以前我都不会给我自己买衣服的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心情去买衣服 因为我感觉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都主动会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以我从来 我很少很少去买衣服 都是那衣服能将就都将就了 但是做了咨询以后 我感觉我整个状态已经好了 我会去买个衣服 然后打扮打扮我自己 我知道我穿个衣服 还好看 我有点自信了 还有 今年他要干生意 他说要再开一间店 他遇到这种情况 包括送的一个方法 他不会问我的 他会去跟咨询师商量的 他不会跟我商量的 他说你不用管了 我绝对 我啥都弄成了 我再跟你说 但是到结果 现在出来了 花了几十万 这钱是没有的 投资那个事情 扩大生意 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我通过这么多年 我做咨询 然后我感觉 我有这个力量 我身体也好了 然后我精神也好了 我对自己有自信了 然后我有这个力量 去扩大生意了 他不能接受 是说为什么 你都不跟他商量 不跟他沟通 因为每次沟通 都没有沟通过 他很难理解 这件事情本来是应该给我商量 他不会给我商量的 不管我们家大大商量的事情 他都会冲我咨询师去咨询 包括怎么带孩子 我怎么怎么样 他都会去咨询 今天我们俩不小心打个碗 他都会上一节课 摔碎了一个碗 都需要去做咨询 对 这种事情还很多 我们俩刚吵完架 就要发信息 因为我们有时间约一下 不管大大小小的事 都得找咨询师 这个状态是我根本接受不了 如果没这个镜头的话 他已经非常依赖 如果说卢女士理财观念的改变 只是让李先生暗自心惊的话 那么妻子接下来表现的 对心理咨询师的依赖 则是在李先生内心 掀起了惊涛骇浪 妻子对心理咨询师言听计从 一旦这位心理咨询师 向妻子灌输不好的理念 后果不堪设想 一想到这儿 李先生就忐忑不已 坐立不安 而果然没过多久 他的担心就应验了 亲戚包括我家人 包括他的爸妈 我请他们吃饭 他不参与 我的朋友请客了 都是带一家的 他不参与 以前会参与的 以前他做主动请客的 但是这咨询以后 就是就说我太累了 我不想去 你想办法跟上去吧 但你看来 反而变得好像封闭了 是吗 对 他说的朋友在一起聚会 我是过去的 确实是 但是那个时候 我是不敢说话的 我很害怕 然后即使过去了 我心里也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面上要带上 很愉快的心情 但是我心里是很痛苦 那种很扭曲的感觉 可是现在呢 如果要是我真是 今天我心情不好 或者今天我有什么事情 我敢去拒绝别人 以前不敢 除了说拒绝之外 你有没有开放的一面呢 因为他看到的是你越来越封闭 我有啊 我现在跟朋友之间 就是我可以正常地交流了 然后朋友都说 嗯 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你以前脸上是 都不会有笑容的 那个脸很宁骂的 现在 看着很喜庆那种感觉 我在说说父母的关系吧 包括他姐妹 以前的关系 那个好得太好 我们以前没有自行之行 那个家庭 特别温暖的家庭 都在一起 我们吃饭看 都很开心的 但是自行后以后啊 真是 他妈说了两句 他跟他妈去吵 今年春节吵过了以后 我根本就不去看 越这样子越僵嘛 家庭都没有感情了 父母都没有亲情了 跟父母关系 因为我跟我妈就是 我感觉我跟我妈 一直关系不好 我妈一直不认可我 而且我和我妈 有很多观点是不一样的 那我妈吵我 我心里是很难受 以前呢 就是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我也会过去 强迫自己 强迫自己会过去 但是呢 强迫自己过去 那很难受的 我妈说话我接不上来 然后我妈看到我那样子 她更难受 现在我就不这样子了 我心情好了 我感觉我能应对了 应付了 我会过去 如果我要是不能应付的话 那我就暂时先不去 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看法 你的自我感受是不是 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成长 或者说我越来越有力量 对对对 我越来越有力量了 我就是敢于表达我自己了 我们两个所有的争吵 所有的内容 都和她的咨询有关系 不咨询从来不吵架 每次她只要一咨询回来 我们俩是吵架的 都是吵得很凶不凶快 而且吵怎么吵 当着孩子的面吵 她就不在乎这个感觉 她现在是生意我可以不管 孩子都待不好 您是觉得她的家庭观念 越来越淡的意思吗 对孩子强中不当母案 她现在真的跟我们孤立了 她有这种表现 我肯定不认识咨询带来的 因为她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她说的是反话 每次我去做咨询回来 我是心情很好的 我是心情愉快 就是满怀信心地想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 但是每次回来她都会去找我的事 然后挑起来各种矛盾 然后激化我 激怒我 用很极端的方式来激怒我 她每次提到这种话题的时候 你的内心会是什么反应 我是很恼火的 因为我感觉我变化是很大 但是她都一直在说 你变化就没有 你就是这种感觉 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前几天 那天呢 也是快去做咨询了 那天晚上她又跟我说 就是不让我去咨询吧 我睡到一点多 她就半夜给我叫起来 然后吵我 骂我 吵了是一个小时零十几分钟嘛 她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激怒我 然后还说是我找她的事情 我所有的火是不是都是因为难经 对 我知道你所有火是因为难经 不是 我所有说出这些话 不管是反击的话怎么话 非常难听的话 就是一个去心理咨询那个事情 在心理咨询的效果好不好的问题上 夫妻俩态度鲜明寸步不让 这边卢女士感觉自己参加心理咨询后 方方面面都进步了成长了 可那边李先生却感觉 妻子从心理咨询中得到的改变 都是负面的 都是促使她与整个家庭隔离对立的 而真正让妻子状态好转的 从来都与心理咨询无关 这些是从哪来的 她说是咨询得来的 我说这不是咨询得来的 这是我努力去做了 是我做的 一 他身体好了 他现在吃中药调解 每天都吃这中药的 我真的在调整自己 生意我负责 家庭我只要回到家了 家务全是我的 做饭带孩子都是我的 他不在家的时候 我都赶快收拾 收拾干净让他回来 开开心的回到家里 你看家里很干净很开心 我每次他回来我就想让他 每天盼着都是他开心 为了让妻子身心愉悦 李先生自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可他的这些努力 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妻子的认可 妻子还是把他所有的改变 都归因于心理咨询 对此李先生很失望 在失望的累积中 两个月前他爆发了 5月31号我咨询的是最后一次 我陪同最后一次 他在那儿没怎么说话 睡了一个杜老师 就在那儿不吭 说话睡了 然后自己就给我聊天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老师 你感觉我老婆这几年变化怎么样 他说没有什么变化 挺好的 我说我们来咨询的 是来解决问题的 我这不是解决问题的 我说听你们说话的 我这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咨询的人 他说那不一定 十年二十年多的是 因为我十年二十年多的是 我老婆咨询三年了 在我的概念中 这十年二十年 我很质疑 他说老师给我说这种话 我真的很质疑 然后他睡醒了以后 就是一个对二人睡醒了以后 到点了 一看到点了 我们走 交钱走人 我说咱们这么多 咨询这么多次过来了 是不是 咱们能够过正常的生活 我说你不要去再做心理咨询了 你越做咱家越糟糕 他不同意我去 但是我认为我做的 我很有效果 而且我感觉 我现在已经快走出来了 最起码从我自身来说 我已经几乎没有那种 意义状态了 也就是个尾声了 我希望我能坚持下去 他用各种极端的方式 然后骂我 吵我 逼迫我 放弃去做心理咨询 他想逼迫我 他离家出走 直接爆发了是吗 不是吧 我跟你说吧 这个事情我说一下 为什么这次我离家出走 这么多年 既然我这么多付出 他认不在乎 他不认可 既然咱家你变得这么好 这都是老师带给你的 所以我没给你带来 什么都没给你带来 所以说这次最后一次 咨询以后 从5月3日以后 我基本上我生意 我也不怎么打理 家里我也不打理了 我也不管了 我说你自己去干 看是到底这个家 是谁给你的 这个温暖的家庭 身处你的好的身体 你的这些经济待遇 是谁带给你的 是老师带给你的 还是我带给你的 我说我不管以后 看你管不干 看是老师给你带来的干净 还是我给你带来的 他不在家 我反倒过得很好 因为没有人 再给我压力了 没人给我吵架了 我可以就是 那个心能静下来 带孩子去干活 收拾卫生 给孩子做饭 我不走了以后 家里的锅碗没人刷 我走几天以后 从来没有动过 地里脏得很 地下面全是脏的 很糟糕的 结果是他 打电牌调解的电话 他也是想让我回来 回来也是调解 打电话 我感觉我也应该回来 如果我不搞的话 真的 我们家里是一传糟 我不能让孩子受到伤害 他回到家 我们家很干净 我把家收拾干净过了 没有证据 我也没拍头片 李先生的这次离家出走 只是一种爆发 是近三年来 他对妻子 游离在家庭以外的状态 以及和妻子 越拉越远的关系 不满的抗争 虽说在金牌调解 工作人员的选说下 他回了家 可问题却依然存在 那么该如何化解 他们的矛盾呢 接下来观察员们纷纷发言 而率先拿起话筒的 就是一位心理咨询师 李金平 作为专业人士 他会如何看待 卢女士的咨询成瘾呢 李先生这边 你在跟心理咨询师干什么 第一 在争宠 第二 在争功 先说说 争功的部分 卢女士会说 他三年下来 他这变化 是显而易见的 他把这些功劳 都直接归与于 是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功劳 但是李先生在这个现场 一而再 再而三的强调 明明你变好 是我做的呀 我支持你吃中药 你吃了好几年的中药 所以你身体变好了 那么家务活我干 孩子我带 生意我打理 是我给你创造了一个 让你身心愉悦的 家庭环境 因此你才会有 今天的身心放松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就不归因 到我身上来 非得归因到 心理咨诗身上来呢 卢女士 这个就是你不对了 心理咨诗有效 我们是承认的 那么你老公 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 和愿意为你所奉献的 你不可以忽视 你别忘了 其实真正接纳 和包容你的人 是娶了你 并且全身心爱你的这个人 只是他不知道如何 用专业的方式去表达 明白吗 花一点心思 来感受身边这个 无论你是否曾经 是心理上有问题 但是我愿意娶你 他用娶你为妻的方式 接纳和包容了你 但却被你忽视了 那李先生呢 第二个就是争宠 明明我是你丈夫 你有了心理咨诗之后 家里边有大事小情的 你跑那去跟他去商量去了 那你爱他 你不爱我 你信任他 你不信任我 这叫争宠 所以可能因为 有这个心理咨诗 那么李先生 在这个家庭当中 失去了一个重心的地位 本来我的奉献 我是主要人物 但是我的权力 却不是主要人物 我的被尊重 还不是主要人物 所以就不干了呀 那么第二个问题 咨询的效果 为什么你们之间 这么有争议 很简单 你们看待咨询的效果的 角度是不一样 在卢女士看来 心理咨询的效果 是立即的 就是完全解决了 你个人的问题 而李先生 对咨询效果之所以不满意 是因为你现在呈现出来的 所谓的效果的状态 对这个家庭不利 不利家 不利家表现在 你的母亲 在李先生通俗的观点来看 咨询的效果应该是 你学会去接纳和包容它 应该是你跟你母亲握手言和 但事实上 你却用你个性的方式来表达 我不仅不握手言和 我是高兴了 我能应对你的时候 我就去看你 当我觉得我不能应对你的时候 或者是我不愿意应对你的时候 那我就不去看你 甚至我可以半年不看你 而在你的理解就是 我有个性了 你觉得这是进步 这是从立即的角度来讲 但是在你先生 这叫不利家的 明白吗 这就是你们之间矛盾的焦点 所以李先生这边 我就要有一个提醒 他自己内心的痛苦 是独立存在的 而这个痛苦 当他一旦解除的时候 他自己就觉得 这个大夫是有用的 这个心理尊师是有效的 至于我痛苦解除之后 我还有没有能量来爱这个家 那他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他现在是寻找 自我被接纳和包容的阶段 那么在下一个阶段 才可能进入到 他学会去接纳和包容别人 关于这个心理咨询 其实我觉得这个卢女士 这点做得挺好 就是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 并且勇于走出这一步 去找心理咨询师 因为据我了解在中国 这个心理咨询师是从业人数 摊到人均头上是少之又少 而能够主动去接受 这个心理咨询的人 也是非常的少 因为大家可能有一种偏见 就是有病的人 才会去咨询医生的 是不是 正常人怎么会去咨询 可能觉得不太好 但其实这在国外 在发达国家 在西方国家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有事没事 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 有什么痛苦 有什么郁闷 有什么无法解释的 甚至包括夫妻双方 都会去找心理咨询师 就像你的咨询师 也会建议他先生 参与你到你的咨询过程当中 只是这个先生可能 不太配合 是吧 如果说他能够 像你说的 能够积极地配合 这个进程会更快 效果会更好 这就是先生的问题了 有一句歌词叫 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没有经历过 他经历的那些东西 你永远无法去理解 去感受他的痛苦 这就是我们说到一个抑郁症 抑郁症有很多 只是很多是没有发现 自己有抑郁症 而你妻子已经是主动地发现 这件很难得我跟你说 他没有破罐子破摔 他主动去治疗 去咨询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妻子 他会三年多来 把所有的遇到的问题 不管什么天大的问题 小问题 他都会去找咨询师去解决 他为什么视心理咨询师 如救命稻草 因为咨询师会听她说 倾听 理解 而你没有做到 这本来是一个丈夫 应该做到的 应该去做的 你放弃了这种权利 你把你妻子 推向了咨询师 这不能怪你妻子 这个也不能全国否定掉 我也经常听她说 但是她听不进去 她说我不专业 你说她再好也没有用 我说我能把你救过来 她怎样把你吸引走的 我也想办法 让你回到我身边 我想各种办法 但是没有用 她说我不相信 对 如果你妻子 真的说了这样的话 我觉得卢女士 这种话以后就不能再说了 我觉得什么不专业 她再不专业 也是你的丈夫 只要她耐心地倾听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痛苦 把你的难处 一五一十告诉她 就是我倾听 倾听太多了 她还不愿意往我这里走 到时间 孩子要去那边经历 到周四必去 心理咨询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爆发点 李先生这个态度 是关心卢女士呢 还是不管心卢女士 关心 对 你肯定会受关心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经常会偏离 她去自行 或是怕她受伤害 所以是不让她去 对 奇怪就在这里 听你们的故事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病人都已经好受了 你还找医生破案干什么 你要是说她不好受 你出于对她的关系 你去问一个究竟 甚至去告她都可以 人家是好受 你干嘛呢 这点我就想不通 她觉得她自己有变化 她觉得她现在舒服 有着 你来添乱啊 不能说你的怀疑 一点道理都没有 其实我跟着你 我也有怀疑 但是我觉得在怀疑面前 她的感受是更重要的 你要是真正在乎她 爱她的话 看到她 哪怕是在家里面 有一个甜甜的笑容 哪怕在那里干活 能够一口气干下来 我觉得你都应该放鞭炮啊 你应该 因为她太难了 这种心理上的煎熬 比什么都痛苦 那个时候需要的不是道理 需要的是效果啊 因为你是一个 做事情比较投入的人 可能睡觉就大葫芦的人 你体会不到 心里有难受的 她现在居然舒服了 我觉得你应该 感谢那个医生 如果你爱她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 很自然地要有这个表现 是 我很赞同老师说话 我知道她自信 她开心了 我就是顺着她去开心 她还是不行的 最简单的就是 你让她能够 轻轻松松 顺顺利利 去完成她喜爱的咨询 她开心嘛 她有变化 她舒服 那你还不惜天惜地 我感觉这些变化 不是私心所带给她的 她认为的是她的改变 她做到了 然后我 如果她认为是你的改变 你应该 好好地表扬自己 但是她已经明确地告诉你 她的舒服来自于聊天 咨询 不就是应该感谢 那位老师 他这个咨询 我是赞同的 但是他这个依赖 都太依赖 太依赖了 我是害怕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不是说 我不愿意让他咨询 对 你看到 他确实有依赖 他的依赖 碰撞的是你的标准 在那一场 你的标准 比他的感受 就更重要 那这个时候 他明显会感受 感觉到 他的感受被你忽略了 第二个我想跟你讲的是 某些方面我也理解你的感受 就是心理咨询 它也不能脱离生活实际 也不能说 我这个咨询这样安排 不考虑你们家 因为毕竟这么久了 时间很长的 这个消费也涉及到一个家 在可能的情况下 做一些调整和安排 总量下来 尤其花了多少钱 三万了块钱 对 三年 两三年了是吧 三年总的 三年也就花了三万块钱 不算多的 你可以担心 你可以提醒 知道提醒太多没有用 有没有用不重要 你一旦认为有用才重要的话 你的标准就超过他的感受 他的状态变得更加积极 他自己觉得很幸福了 他所谓的幸福 是去咨询以后幸福 去他那里幸福 回到家里是不幸福 回到家里不幸福 有一部分 肯定来自于你的对抗 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大部分就是来于他的对抗 因为我给他反应过一次 他能不能减少一次不去 他从来不认可的 问题是他认不认可并不重要 你提出你的建议 作为丈夫 你尽到你的责任 那你的重点是 通过这个表达关心 对 而不是要去硬地 把他给扳回了 我没有硬扳 都是每次都是 你没有硬扳 但是你的态度上在硬扳 我每次给他都是 我慢慢跟他说 我都是不会跟他发火的 我都是 你凌晨一点半 把人家拉起来说 有什么好说呢 那那是最后一次 也就是最后这一次 不是最后一次 不是 你就算是最后一次 也说明你在发力 然后慢慢到了 你自己觉得要爆炸 你一直在发力 为什么在一直在发力 在用力呢 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个追求 然后他就联合我爸爸 联合我弟弟集体反对 在调解员胡建云的 分析过程中 自敢被误解的李先生 却一直在解释 他认为自己的怀疑 不是空穴来风 他想让妻子停止咨询 也是为了家庭和谐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强烈要求现场连线 他的岳父卢先生 您好 他们俩现在为这个 做心理咨询这个事 闹的矛盾还挺大的 您的看法是什么 您支持吗 我来讲话就是 这个自讯师 要自讯是看病的 自讯现在来 我们家的矛盾 两个人几乎都可大 我相信这个自讯师不正规 我有这个感觉 为什么呢 自讯师就是为了看病 都要把这个病 杀到自讯好 他的自讯呢 就是有自讯又离不开的 有自讯又离不开的 就是常年都离不开的 就是由来又要牵托 你看到啥时间是结尾了 他自讯的 这个自讯师的地方好 还是不好 你不用这样问 不是 你当时给咱爸说过了 你不用这样的问 我不会是 我不是 你不用这样的说 爸你自己说 你能真心话吗 我感觉出他这个自讯 是不太老理想 我看到了就是 他教育了人的 性格都不正常 又自讯又离不开的 那你看到女儿 有没有好的变化呢 好的变化呢 越有 人家就不吃药了 他就是不吃药了 不吃药了 对 就这一个结果 不吃药了 但是你觉得 越来越离不开咨询师 这个事不对是吗 好 对 这个方式不对 岳父的态度一出 李先生瞬间挺直了腰板 他认为 由此就可证明 妻子的心理咨询 分明就是有问题 可是对此 卢女士却很恼火 在他看来 父亲已经被丈夫洗脑了 父亲并不能公正客观地 对他的心理咨询做出评价 因此 他也想到了一位盟友 我给我弟妹打个电话吧 卢女士的这个想法一提出 却瞬间撩拨起了 李先生敏感的神经 他弟妹是和他一样去咨询的 我这次强烈 为什么这么强烈反对 因为他们也去了 在李先生的表述中 正是由于弟妹的加入 让他对妻子的心理咨询 抗拒到了顶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看到 卢女士强烈要求连线 支持她做咨询的盟友 随着夫妻双方都找来盟友 这场由心理咨询 而起的夫妻矛盾 瞬间转移到大家族的战场 而随着调解的深入进行 大家发现 所有的谜团 所有的困惑 都集中于卢女士 这位心理咨询师一身 那么这位一直隐藏在幕后的 神秘的心理咨询师 又是否会在 金牌调解的现场浮出水面 我只能给她打微信 那个视频聊天 卢女士的情绪 因何而崩溃 我现在都不适合我去的 然后我跟她讲讲不通 我心里难受痛苦 我跟她讲的东西都不理解 李先生的泪水为何而流 他也想不通 情况似乎越发复杂 我们的调解团队 又会使出怎样的招数 应对难题 先拿两张白纸 拿一支笔给女方当事 别人说你对她产生了依赖 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你现在说的话 我有点不太同意 双方争议的焦点 卢女士的心理咨询 该不该继续 夫妻俩又能否近视前嫌 携手向前 敬请关注明天的江西卫视 精彩调解 明晚十点调解继续 说了这么久 不要啦 不要拉倒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笑 喜欢那个高通 哪怕是要分宿的人 都不是仇人一样 还不是我来管 真的是 怒 年轻十岁我 你一样空手出腹 我二十多年共享在这里 我要拿回我的本分 妈 使得不明乌 二十多年全部都不洗在这里 还是离不开的伴儿 我非常的爱他 才会这样的做 我不爱 我不会伺候他的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老伴儿 近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